极限挑战第六季口碑反弹极限挑战这个综艺节目从开播以来,就受到了非常良好的口碑,从最初的黄渤、孙宏雷等人的参加,无疑,也是给这个节目锦上添花了,可是也正因为这些人的退出,极限挑。 占这两季节目却不胜从前,豆瓣评分也是从9.1已经降到了4。 2. 新加入的成员,比如岳云鹏和宋小导,本身就是喜剧类型的演员。 自然之中也给节目带来了不一样的特色,而邓伦显然是代替了之前。 张艺兴的位置,为了给节目营造一个鲜活的形象,邓伦这种小鲜。 肉当然也是少不了的。而雷佳音与甲奶量的加入,仍然给大家带来了。 不错的新鲜感,可为什么口碑就没有以前好了呢? 推广连达电缆,多。 年大厂,只生产高品质电缆。 从总的阵容上来看,虽然进行了大换新。 但是每个人的特点真的也是令观众很喜欢的。 但也正是因为这种患。 心,短时间内真的很让观众们能接受,因为他们以往的视觉效果已经形成了习惯, 无形之中就会产生一种怀念。当那种新鲜感稍微有点退去的时候,以前的极限男人帮就会重现在脑海里面了。 我们客观点来。 看,现在的极限挑战的确没有以前好看了,可能问题就存在于没有形成一系列的反应。 的确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特色,但他们处在一块的时候,确实总有一种放不开的感觉。 就比如说雷佳音之前就有点融入不进来,后来从第六季第五季开始也就比较活跃了。 不过他们都是演员出身,有些地方拿捏的还是非常到位的。 不过相对于跑难来。 说,极限挑战在这方面已经占据了不错的优势,并且可谓是迅速崛起。 我们就先挑极限挑战最近的一期来说一说吧。 在第六季第五期中,我觉得极限挑战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,特别是在这一期的情节中,让人感觉到有点卓别林式的黑色幽默。 不仅在新鲜感上给观众们带来了不错的感受,似乎也一度让观众接受了这种模式。 尽管没有之前的MC,但是一群大男人在屏幕上各种的搞怪,和扬超乐一。 其想要出道,的确令人发笑不止。 唱飞的更高的迅情人。 唱By Serene的完美主义者加完美,然后再加上场牌。 门面的小月月,这种新鲜感也是非常不错的。 在台上的时候,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层不不穷,不过节目中的确有放水的现象,但是它们给大家呈现的节目效果,也是可以学习的地方,毕竟它们已经在新。 力上赢了,观众也都看在眼里。 不过总的来说这一期仍然有不少人兔。 曹导演组在整合嘉宾这一环节不太好,因为总给人一种很散乱的感觉。 但是应该给嘉宾加鸡腿的地方就是,它们有几个MC都在自己的圆。 舍礼完成了,非常棒的喜剧效果,唯一遗憾的就是,它们没能在后面的环节。 继续得到体现,如果当时没有上威压坡水,那一段也仍然会湿。 色不少。 但不得不说的是,第六季的第五期的确比之前要精彩很多。 而且更有梗更有料了,除了非常丰富的结盟与组合之外,它们也是碰撞出了火花。 而这种火花所展现出来的视觉效果,不仅是前所未有的,也是大家都喜欢看到的。 它们那些组合能在节目里互相拆台,互相折磨,给对方造成麻烦。 这样才是真正的挑战,不是吗?有人说,极限挑战的特色就是没有规则,不是规则,但只是大家都没能看到它们的规则而已。 机条比较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们总能在得知规则后,还能跳出规则之外,不仅没让观众们反感,而且还做出了一些让导演。 组合节目组都想不到的神之操作,神来之笔,不仅能给节目锦上添花,带来的效果也是非常强的。 如果孙洪雷还在节目里面,可能就会在那个节目里当铺抢了几条咸鱼就跑,而如果黄伯也在节目里,可能就会去支持王迅去把别的书搬过来,然后强行解释是自己带的随身物品。 黄磊呢,他肯定会去跟掌柜的讨价还价,借几条咸鱼先用着。 虽然,这些特色都没有了,但是在规则之外的地方,新的成员却又体现出来了。 我们不应该去向其他人离开了极限挑战,因为每个人都有去留的权利,也不应该想谁的加入,没能给节目带来特色。 而我们看到的是,一个新的极限挑战,它的大唤心,本身就是为了迎合观众们喜新,厌旧的胃口,而在这个过程中,肯定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,并不是说,当初的那个极限挑战已经不在了。 我们必须毅然于此刻安逸地生。 活告别,航动力是开启崭新人生的第一步,重新起步的过程真的很难。